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他提相不拘而消止 见他才能可称而遗止 这一节 诸节里面说得非常好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识变用现在讲的话就是过时 或者是在他不得志的时候 遭遇到困境的时候 世间一般人往往在这个时候 说他种种过时 过时何须有之 多数无中生有 而时猜测 推想 并没有四时根据 所以说我家理想 这种愿望人 柱子里面有几句话说得真是实话 天下之四 本来是败义而成的 所以是好似多么 成就非常不容易 我们仔细观察这个社会 甚至于自己细心想一想一生的遭遇 事能成好事 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的事 决定不是利益自己的事 这样的好事 能不能成就呢 也未必然啊 我们知道 为什么 这要众生的福报 我们自己发心 为众生福物 为众生做一点好事 众生有没有福报 没有福报 我们的发心 我们的行为 很容易被人破碍 现前如是 过去也如是 我们在历史上看 历史上 中国最明显的历史 南宋时候的岳飞 尽忠报国 确实是为国家 为民族 为人民 还要遭勤愧高中 把他杀掉 可是在历史上 后人 永远纪念他的 当时他不得知 这是最明显的好事多谋 由此可止 我们想发心 替社会 替众生做一点好事 要是想没有障碍 不可能的事情 障碍从哪里来的呢 若不是自己本身的一章 众生没有这么大的佛报 他该遭难 该受罪 诸佛菩萨来试心 也救不了他 类似这个事情 古今中外社太多太多了 至死人人 可以说任何一个时代 任何一个地区 皆有啊 往往 他们多半都是不得知 不得知这些人呢 隐居在山里 你看中国历史 这个二十五史里面 每一部都有隐移之 这一部分 里面都记载 隐居 有道德 有才能的这些人 他们不是不愿意 出来替社会国家作死 没有机会 才出头 就被别人压抑了 隐缘太多 不得已退居山林 甚至于有些出家了 有些修道了 在中国佛门里面 道观里面 社会一般人常说 这个里头 雾虎苍龙啊 真的 那不是假的 但是这些人 真的有学问 有道德 他们不得知 他也能安分守己 他懂得修行养心 让自己的精神生活 不断向上提升 他不会为非作呆 为什么 他不为自己 他为众生 有云 所以今善天下 没有云 那就独善其善 这个诗 我们一般的观察 就我们这一生 五十年来 我们的遭遇 我们的经验 又何常 不如是 跟我时间 久一点的同修 都知道 我们要 没有遇到 韩观掌 我们这一生 什么都不能谈 也只有去隐居 自己修个人 对于社会 对于佛教 就不可能 有贡献 隐居 太多太多了 所以遇到一个 得利的后发 韩观掌 往生之后了 我们的隐居 又来了 如果没有继续遇到 黎牧原居士的护士 我们也是 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我常讲 我们在佛法 对社会所做的 一些工作 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 没有 功劳是谁的 护法的 这是我常常讲 护法的功德 超过弘法功德 不晓得多少倍 红法的 法门龙巷 我相信这种人 很多 但是这种人 没有游烈的人 护士 他的德行能力 一筹莫展 不能发挥 我深深的相信 比我能力强的 比我智慧高的 多 可惜 没有遇到得利护士 所以我每在一个地方 都劝导 四众同修 要懂得 护法 佛法 能不能常住在世间 能不能利益 广大的众生 完全在护法 红法的人 再有能力 再有德行 再有学问 再有智慧 没有一个得利的护法 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 默默无闻 没有人知道他 一般世人 自私自利 没有放下 凡是见到与自己 利益有损害的时候 他一定 起来反抗 一定起来障碍 这是人之常情 古今中外 在所不明 所以我常常 劝导同修们 你们发行红法 你们一定要尊重护法 要解法语 如果自以为是 功高无慢 莫重无忍 你的法语 断掉了 没有人护士 你再有能力 你也没办法发挥 所以我常常做比喻 像一个学校 护法是校长 是一个学校 行政 领导人员 红法的人 是教员 护法的人 要有会议 能够认识一个好的教师 聘请他来 帮助你 红法利生 红法利生 的功德 是校长 不是教员 我们今天 在新加坡做的 所有一切成就 李莫元 居士 是新加坡 佛教 知识林 尽宗学会 不属于我们 这个认知 一定要有 佛家 四中同修 都有这个共识 都有这个认知 能够互做 互作 互相尊重 正法就能够 救助世界 就能够消除 种种的天灾 人祸 这个事情 难 难在我们 无时接来的烦恼 不容易放下 虽然说佛了 出了家了 受了大戒了 或者是讲经 说法 当教员 或者是做 住持 检约 管理 这个道场 如果还有私心 红发立身 的四一 就会受到障碍 严重的障碍 这是我们要反省的 把他障碍住了 张爱之人 一时短暂的 欢愿 欢愿 可是将来的果报 苦不堪言 发其菩萨书生 制药经里面 就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那一部经 我们过去讲过三遍 我说是末发时期 我们的救命经 我们所犯的种种过失 自己不知道 世尊大慈大悲 一夜为我们说明了 这一部经 真正是有心人 至少每半个月 要念一遍 经文不长 把它当作戒律去念 常常反省 我们有没有犯这个故事 有没有这个误念 有没有做这种恶心 如果有 现在赶快改过来 还来得及 改过 一定要落实 过去我障碍别人 这是过失 怎么改过来 现在觉悟了 我要帮助一切人 弘法立正 过去 见他才能可趁 总是极力 便宜他们 现在翻过来 赞扬 赞叹 不但赞叹 而且还 勤专法论 勤复住世 全心全力的 拥护 这个叫做 真忏悔 这是真的回头了 见他提相 不拒而笑之 今天 我们社会上 所谓的 残障人士 他们已经很不幸了 我们遇到这些人 他的行动不方便 应当帮助 应当扶持 不但不帮助 不扶持 还在旁边讥笑 这个罪 这个罪就中了 你一讥笑他们 将来你必定得 这个国报 你能够抱权 你这一生 身体不会受到伤害吗 夜阴 国报 丝毫不爽 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你造什么样的夜阴 必定有国报 夜阴从哪里造 奇心动业 就已经造了 一念善 只有善报 一念悟 一定有悟报 善悟的毅力 表现在行为上 鼓报就更明显 更快速 不说佛的人 或者是没有深入 进藏的人 我们可以说 麻木不忍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反省 不知道忏悔 不知道改过自信 到国报 到国报来的时候了 后悔 无极 所以我们要怎么记住 自古以来 一切好思 一败难成 一败难成 我们要是有这些故事 有这些悟念 已经是不敬人情了 不敬人情 说个不好听的话 他就不是人了 不是人 莱森到哪里去呢 三卧道去了 那么提到卧道 每个人都不愿意听 甚至还有些人 说这是迷信 无极之谈 那么我说这些人 是麻木不忍 为什么呢 夜阴国报这些事情 不仅是古书上 记载的多 现前就有啊 就在面前 居斯林这个小道场 夜阴国报 几乎每个月都有 每个星期都有 只要你冷静细心观察 这不是书上记载的 不是传说的 在你面前 你亲眼所见 你要不相信 那不叫麻木不忍吗 特别 鬼神这些死 真有不是加油 太上给我们讲 巨头三尺有神明 神明在检查 我们不能 不明白 不能 不了解 怎样自求多福 都在我们这一生 争灸 争回头 放弃自己的神经 随胜佛陀的教诲 这种人 这才是真正有智慧 有福的 前途一片光明 如果一昧 随顺自己的成见 前途是一片黑暗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我们就讲到开始了 岁也是 是 有灵 脏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